运雷率先发球 田青 好球啊 后杀前锋 加油 加油 哎 哎 这次是田青 找云雷放网 收掉一拍 这球田青的是像张艺娜发球 张云雷反拍的挑球 这球是出界了 好球 赵云雷后场的杀球 应该说中国组合田青赵云雷 他们的这种搭档 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均衡 赵云雷也是能前能后 田青也是能前能后 赵云雷昨天是对阵日本的组合高桥吕华和松友梅佐记的时候 赵云雷的发挥并不是很好 那场球赵云雷主动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应该说那场球半决赛 田青的发挥要更为出色一些 看看今天这场决赛 田青和赵云雷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更好一点 田青杀 这个连贯就打成了 这是金赵云 不错啊 赵云雷这个球发的不好 发的偏高 结果对方呢 接发球呢 形成了推呼压 双打比赛啊 主要是看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 这球呢 我觉得赵云雷的出球呢 有一点消极 这球金赵云跟进的很快啊 上来以后还有时间 做一个假动作 等在这儿 最后呢 是一个放网 赵云雷挑球 这球再次出现失误 这个球 赵云雷在前场 我们看跳起以后 这球没有封到 这一下反倒干扰了田青 这球跳起来以后 他本来是想做一个篮调 我们看到韩国组合 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他们发现了 这段时间赵云雷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组合 张依纳和金昭映 他们的出球 也是大多的都集中给赵云雷 李永波总教练 旁边是刘勇指导 刘勇指导原来是 打过男双 也打过毁双 他是当时是跟葛飞搭档 然后两个人曾经拿到过 世锦赛的混双冠军 成为继王鹏仁和史芳靖之后 中国队又一队的 混双的世界冠军 在场上呢 就是要靠运动员自己去调整 双打比赛 有时候同伴的帮助和鼓励也很重要 10比6 现在通过第一局的前半段来看 应该说韩国组合 他们呢更加积极更加主动 他们的速度 包括他们的连贯要更好一些 中队呢也是在慢慢的在找状态啊 特别是赵云磊 赵云磊准备发球 田青 这球准备杀追身 但是呢金交应的判断 中队准备发球 好球 拦掉 金刀硬 收掉一拍 这个球 这个多拍 马进 这球情急之下 我们看到张依娜这一拍球没有打准 今天从观仲物场上来看的应该是有不少学生 来到了贵阳体育馆来观看这场女子团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赵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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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比9 先找引发球 中队轮转 再杀 好的 连续的下压 连续的进攻 赵连锤最后把这个球攻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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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还是发的有点高 发球的质量呢比较差 最后呢这个金刚印的接发球呢 直接形成推扑 所以呢发接发这个环节 刚才呢中军队还是比较被动 这个球呢还是中军队这两个人 就是田青和赵云雷刚才呢 在跑位上啊有一点点的乱 有一点点的这个迟疑 这球呢田青呢以为呢 可能赵云雷要跟他来进行轮转 从那边下вер地三 verm 在这里提到 即使孙忐忑鞋 天青是86年的8月5号出生的 他是湖南安华人 跳起来 天青的杀球也是从两个人的中路 试图来寻找机会 但这个球呢 依然是陷入过场 赵云雷是湖北宜昌人 听众们的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呢 能够争取战地主动 然后呢能够在前半场能够拿住球 这球运气 中队呢回了一个滚网 加油 十三比十六 赵云雷发球 这球金朝映呢在底线呢 这是一个收掉 力量没有掌握好 这球自己出现失误 漂亮 后杀前锋 这球应该说赵云雷 看到了这个田青的杀球以后 自己呢主动拿头顶 这个连贯就打成了啊 15比16 希望中队呢能够一点点的能够把这个状态呢能够找到 能够调整上来 赵云雷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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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对角 立方把球挑起来 漂亮 这个多拍啊 中文队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连续进攻的态势 田青在后场来组织球 来这个组织进攻 赵云雷在前面来封网 中文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17平 这个发球呢还是 球发的质量上呢 有所欠缺 对方张云娜这个接发球呢 上来的很快 先推了一个空档 这边的轮转 赵云雷号场杀球 出现失误 所以赵云雷呢 昨天啊 从日本的半决战 也是显然失误比较多 好球 好球 这球也是,我们看 这是赵云雷在前场的一个篮调 赵云雷发球 这球还是发的感觉有点高 可以看到韩国队在发接发这个环节 他们的控制 包括他们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球的质量稍微一差 他们马上形成K波 就在前半场就占据主动了 现在是韩国组合20比18 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关键男一分 19比20 点击发球 机会 突 突出 杀 哎呀,可惜了 这球赵云雷